再来回到我们刚刚的计算 我们还没有算完的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得到这个Vn 就是有一串的Vn-I-E 这个串的东西相交在一起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Vn的值把算出来 我们所用的方式 是这个所谓的generating function 升整弹数 那这个Vx的话就是 它是一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的这个系数 就是我们这些V所组成的 那刚刚的前面几项呢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知道 这是V0 都是V1 都是E 然后V2是2 V3是全部 那其他V的话是怎么算的 Vn 套我们刚刚的计算 我们刚刚的东西就是左边乘右边 就是可以这个Vn Vn 乘以Vn- 就是我们的分数 所以你要算这个V4的话 其实你如果V1把它带进去 也是一样可以 因为前面答应就知道了 你这个V4当然就可以 没有这个数字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Vx就是我们刚刚谈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成函数 我们就是真的把它展开来 一边就把它写下来 是这样的东西 那其中的这个Vn-V3 这个答案我们知道了 再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Vx 这是多项式 那多项式的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二次方 那二次方的话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项 跟所有的项做乘法计算 那零次方的就是V0的平方 再来一次方的 一次方的就是 左边的V0乘以右边的V1 再来左边的V1乘以右边的V0 那就是这个 再来二次方的 二次方就是左边的V0乘以右边的V2 再来左边的V1乘以右边的V1 再来左边的V2乘以右边的V0 那就这个 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展开来 这是二次方的 那这个二次方的这个 同时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二次方的这个东西 它正好会等于下面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2到底什么东西 V2好 V2就是V0乘以V1 V1乘以V0 后面没有了 因为再过来一边复的 再说一遍 V2好 如果你把这个N等于2栽进来 那就是V0乘以V1 再加V1乘以V0 那修入 这块我们看V3 我们把这个也把它带下来看一下 V3是什么 V0乘以V2 然后V1乘以V1 再过来是V2乘以V0 好所以这个V2的平方 正好你把它展开 它正好又会等于这一串 非常奇妙的一串 那这一串的东西 跟上面这一串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非常接近 跟N等于VX的指数非常接近 那就是什么 你把这个上方的这个 把这个V平方这个 再乘以X 这个再乘以X 这个再乘以X 那这个V1就跟这个V1的X就一样了 V2再乘以X V2的V2X平方 这个又一样了 所以你把下方这个 这个把它乘以X 再乘以X 那其实这一串跟这一串 就一模一样了 除了V0是吧 V0就是1RG 所以呢 这一串就等于VX再扣到V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来表现它 这个我们要解开来 现在我们要解开来是什么 现在我们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把它解开来 这个X 这个是V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把想到这个东西 用另外一个想法 把VX平方V V把它想到另外一个变数 我们目前通常叫做Y 所以你可以把想到这个是Y 这是Y的平方 乘以X 然后呢 Y 再等于Y 减掉1 把X呢 当成是一个系数来看待 所以就是什么 X的Y平方 减掉Y 再加1等于0 现在我们要解的是Y 那这个Y 那这个Y 那这个Y的二次多向式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就是这个 那二次多向式的方式就是这个 那二次多向式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靠 各位还记得这个公式吗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 公式是怎么算 如果是什么 AY平方加上VY加上C等于0 这个Y的指数等于多少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 这个Y的指数等于多少 这个 这个 解方式的解的方式 解的方式 来 问一下东学 这个国东数学 好 吴坤学 这个 上面这个 2A分之乎B 然后呢 加点 加点 更好 1平方减4a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2次多向式方向式的公式解释 所以现在下面这个 就把它想成是Y的多向式 s 上做C 数 得到答案是这个 這個就想把它搶成是一個Y 那這個細節我們就馬上把它對到過來就這個 所以現在BX變成這個 變成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這樣一個東西也是非常奇怪 還有這個這裡面還有開根 那這也沒什麼關係 接下來這個二項式定理 邁羅米爾寫有二項式定理 X加Y的K次方 忘記了沒辦法關係 各位有一個地方 X加Y的K次方 這是K取0 然後X的K次方Y的0次方 K取1 X的K-1Y1次方 K取2X的K-2Y2次方 這是多項式 所以這個二項式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剛剛有一個 剛剛有一個這個東西 1-4X開根 那當然就是 1-4X的2分之1次方 這個當然就是2分之1次方 那2分之1次方 2分之1在這邊就是K次方 各位以前看到很多是整數的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其實這個可以扣軟到 它會整數的情況 所以呢 這個2分之1 這個1-2分之1 這個2分之1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上面這個公式 把它套進來 好 我們就把它套進來 那這個計算的這個過程 我們看一下 拖起來就是 大約是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項 這個就是這個項 2分之1 K就算是2分之1 K是2分之1 2分之1取1 2分之1取1 然後呢 x的k-1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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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過來 y的1次方 然後再過來 y的1次方 就是這個-4x -4x的1次方 再過來 這個 這一項 這一項是取2 k取2 這是k就是取2 這塊是x的k-2次方 x在這邊就是1 然後 右邊這個y就是-4x 所以-4x的平方 我們就把它展開 好 根據上面這個 二項是定理把它展開 那再過來這些東西 就可以 稍加整理 這個整理過程 我們就 就不要再看 稍加整理 就會得到下面這一串 所以各位可以 回家慢慢算 然後最後就得到這個 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是 一樣意思的 就是我們只是重新整理而已 就把它變成這樣 一個細節 好 再下來 我們得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算這個v v4 v4我們要算的目標 也就是這個vx 裡面的係數就是 我們要算的答案 我們只是把這個答案 隱藏在這個vx這個多項式裡面 其實我們的關心的是 這裡面的係數 這個 像這個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後面那個 下面那個v4 v5 v6 那個每一個我們都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vi 我們想要知道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再下來 我們就要去算 在這裡面的 在這裡面 x的n次方的係數 xn次方的係數就是vn 的那個係數 vx i次方 就是vi 作為它的係數 那x的n次方呢 就是這個vn作為它的係數 就是這一項 就是這個 vn作為它的係數 所以我們要先想想說 這個x的n次方 它前面的係數 那你就是把這個x 這個m 這個m現在用n來取代它 這個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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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取代它 把這個用來取代它就對了 好所以我們就把 剛剛這一串 剛剛這一串 就是 現在用n來取代它 那就這一串 好這一串 那 這個 2分之1取n加1 我們以前 我們常看的是什麼 c 我們用c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n取3 n取5 我們常看的 不是說整數的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東西是 非整數 非整數一樣可以算 2分之1取n加1 還是可以算的 那這個計算的公式 跟我們的這個 n取3 這個公式是一樣的 我們先寫一下 n取k 這個答案是多少 n取k 來問一下同學 n取k 這個是 就是 高中數據 高中數據 黃志漢 n取k 這個答案是多少 n-k n-k 結成 n-k 結成 n-k 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你現在就把這個公式 一樣的 把他帶到這邊哪一樣的 你不要管他什麼2分之1 他就把他想成這個等數 同樣的公式就把他帶進去 那帶下來就得到這一串 好 那得到這一串之後 這個當然在推倒這個式子的時候 這個是有些技巧的 得到這一串之後 這個有一個 -1 n 然後2的2分 2 2分之1 2分之1 這個2的四方 乘進去 這個2分之1 就變成1 就變成1 所以就是 這個2的四方 就是把他承進去 那這個 詳細的這個 推倒或什麼 我們就 不易推倒 那我們就再看這個 最後面這個 這個詞 最後面的詞 就是這個 那最後就得到這個 那最後得到這個的話 它等於是這個 因為根據剛剛的講法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 cn-k這一段 那現在就是 2n-k 就是這一段 就得到二指 那所以這個詞 這個詞代表 代表 vn 的詞 vn 的詞 就是我們要算什麼 我們要算 忘記好 我們要算什麼東西 我們要算 我們要算 到底有幾個 我們要算 到底有幾個 我們要算到底有幾個 限格的mine-h n 代表你有n個點 n個點的mine-h 到底有幾個 這個叫vn 這是我們要算的 好 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最後答的得到這個 那我們如果實際 把這個答案把它算一下 這個答案 這個是可以算的 你把它分在進去 這個答案是可以算出來的 那當然這個答案的 這個紫 n大一點 這個紫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把它實際 再進去算一下 前面底下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1 1 2 5 1 5就是這個 1 1 2 5 這個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算這個4到底是多少 你也可以利用剛剛的公式 把這個4算出來 然後再去算這個5 慢慢去算它 後來我們直接帶入我們剛剛的 所得到這個結論的公式 這個結論這個公式 也可以直接算出來 那如果你不要這樣算 你當然可以用這個公式算 這個公式算出來公式是一樣的 這兩個公式算出來公式是一樣的 這兩個公式算出來公式是一樣的 好那其實這個 這個數啊 它成長是非常的快 這個 卡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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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是常常非常快的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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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貿易區的數量是 這麼多 這個給我們 這個 顫抖 這個 大家 可以 然後 一下 這 這個 這不是錯了 好所以這個各位好 在Google上面 也可以找到 Carton Number 這個網 這個在Wikibon在上面 他有講的 那這個 這個Number的值 這個 這個值 CN這個值 就是我們剛剛講 VN這個值 他這邊CN有值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值 然後這個 這裡面呢 他就跟你講 他就跟你講說 很多東西啊 他在做計算的時候 最後都得到這個答案 不光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This King of MindChain MindChain的這個 不同的數量 除了那之外啊 好多東西啊 這邊有好多範例啊 專一上都得到一個答案 好 那 那 這個 太多了 太多了這個答案 那這個ACM ICPC 就是ACM的這個層次設計比賽啊 藏出這一題 他就問你說 某個東西的這個值到底多少 好 那你就要能夠知道該怎麼算 這個這一點常出的 那這個 太多了 這個 像這種我們喔 這種不同的形狀有幾個 這個是Mineature Mineature 就是我們現在剛討論 這個就是Mineature 當然這個就是Mineature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 那這個 他是講這個Mineature的這個 過程 那 除了這之外 還有其他 好多種 好 好 這個什麼 每路徑的個數啊 好 這個很多種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就像這是Carland Lump 到底這是誰發明的 然後這邊就有 這是中國人發明的 好 我請說這邊就是有一個 這個是 這個所謂 中國人發明的 那也不是所謂 也不是所謂 我們看一下中文的網上 就是這個 Carland Lump Carland Lump 這個 這個 這邊講 就是 在 米歷史的 1814年 可以看到 1814年到1894年 這個數學家 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這個Lump 他這邊講 你說這個 清代數學家 民安谷 在 比他早100多年 比他早100年 就用到這個東西了 這個數學家 那當然這個 這個中文的書 我們大概不太容易看得懂 因為他沒有 沒有用數學文化 全部寫的這個東西 很難 很難懂的 但是他裡面表達的內容 就是我們的Carland Lump 所以你說這個到底是誰發明的 因為這個我們在念的東西都是以歐洲體系的資料來當作我們的歷史資料 秘密的方式都是歐洲人的秘密 那這個是清代的這個名案 他以用這個 歌眼蜜玉 就是嚴重力的這個東西裡面 可以用到這個 可以用到這個 當然又有這個 用按 這個也有 有幕門正描述這個事情 這個不是說道聽途說 我們覺得說說就算了 這是有幕門正描述這個事情 民安兔 民安兔 然後這邊有些幕門考慮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的這個第五章 我們的內容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七章 好 那我們第七章要砍的東西是排序收挺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收挺到底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這個原來左邊這個 是原來沒有排序的情況是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右邊呢 我們把它排序後面之後呢 向右邊這個狀況 那這邊的排序 是根據這個Key這個單位來排序的 那所以呢這個 我們來看看就是這個所謂的List 在這裡意思就是一大堆的Rack Rack就是紀錄 一大堆的Rack 所以我們這邊有Rack12345 有5個Rack 然後呢每一個Rack 有一或多個欄位 所以這邊有一個Key的欄位 還有其他很多個欄位 那什麼叫做一個Rack呢 就譬如說 我們各位同學如果在這個 以前我們要填一個表單 就是把你的姓名 學號 身份證 電話號碼 家庭的地址等等 要把它填進去 那每一個 譬如說姓名或者是學號 這個就是一個欄位 欄位 那其中在我們學校裡面的話 可能這個關鍵的這個Key 就是你的學號 那這個是我們的Key 好那所以呢這個在這裡講Key就是什麼 用來分辨不同的Rack 這個是一個Key 那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的這個 個人的一些資料的話 不太用姓名來當作Key 因為姓名有可能是重複的 那Key在設計上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重複 那我們就用這個Key來 來這個分辨 好 所以呢這個Sort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Key的資料把它Sort 那左邊這個是原來的情況 右邊是Sort之後的情況 再過來就是我們在Sort的過程當中 我們經常要交換資料 就是我們要把良品資料做交換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學號那個資料啊 其實就是少數幾個碼而已 那你其他的什麼 你還有其他的什麼生字啊 父母親的資料啊 家庭的地址 一大堆資料 那如果每一次啊 你都要進行交換 就這兩筆資料交換 假設這兩筆資料交換 如果你連這個Rack 連同其他的欄都要交換的話 那你就會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在設計這個Sorting的時候呢 那個跟Sorting無關的資料不要去交換 我們只是把P做交換而已 好所以基本上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用類似這種指標概念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指標 指向你的資料 那將來我們只是把 我們只是Sort的這個資料 Sort的這些資料 Sort的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是由這些指標所指向它的 所以是我們是Sort的什麼 Sort的這些指標 Sort的這些指標 我們Sort的那個Point Point的指標只到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Point 把它做Sort 那什麼Point 你要Sort的時候 你是Point要到什麼 到你的這個相對應的Rack 裡面的這個Key 所以實際上你真的要Sort 也是拿這個Key來做Sort 那所以Sort完畢之後呢 你原來的資料是沒有動的 我們只是把這個Sort的這個Point 順序把它換了 那你原來放在第三個位置的 這個是E這一筆資料 放在第三個位置的 我們就準備要直播了 代表說你現在是在Sort裡面 算是第一個位置 可是它實際上還是放在第三個位置 那這個避免的話 避免你選擇 這個兌換的那些資料 那這樣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那我們為什麼要Sort 簡單講Sort就是我們可以 方便來找什麼資料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做社群 那其中最有的就是MineA射取 那我們要做MineA射取 那我們要做MineA射取 就是你一定要把Sort 把第一開門做MineA射取 所以Sort的目標 這個最簡單的這個作用 就是我們可以做這個射取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Sort 其實我們準備在這邊講的這個Sort 大概有10種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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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目前 這個當然已經證明了 不可能再比這個更快 Best Sort的方法 那時間步道就是怎麼可能 再過來就是我們剛剛說 剛剛說這個 你要這個MineA射取 那假設你沒有Sort的話 你沒有Sort的話怎麼辦呢 那基本上你就會做什麼 就像你如果沒有Sort的話 你會做Squid-U射取 循序的 這個Squid-U射取 要循序的 循序的搜尋 循序的 那這個循序的搜尋就是 一個資料看完之後呢 再看下一個資料 按照循序檔 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Sort的話 那你基本上能做的就是Squid-U射取 你的資料可以放在Array裡面 當然也可以放在LinkedList LinkedList也是這個資料看完了 看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沒有排好出去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想要找 95676872 裡面看看有沒有6 那已經非常簡單 先比第一個 看它等於6 不是 再看下一個 它不是6 再看下一個 那找到了 那找到了的話 我們稱呼它叫做 Successful Search 成功的搜尋 那如果你想要找4的話 也一樣從第一個 開始比到最後一個 都沒有看到4 那我們就是unsuccessful 好 所以這個 到底這個時間複雜度大概是多少 如果你沒有排序的話 那你用10個月的設計 你的時間複雜度 差不多是這個 2分之N加1 有成功找到了的話 大概一半的量 大約一半 平均來講大約一半的量找到 那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的話 那大概 那我們就全部都要找 只是orderN 全部都要找 這個是 這個 successful 設計的 時間複雜度 那這個是 successful 設計的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也非常容易 就是 你就從第一筆資料開始做 這個i等於1 i等於1 假設我們的資料是放在 a1到a n之間 從1開始 那就是i等於1 然後這個 i還在這個n裡面 而且呢 ai沒有等於k k就是我們要找到的資料 如果ai不是等於k 那我們一次就加1 慢慢找 然後 找到最後 如果說你都沒有找到的話 我們不是return0 return0代表沒有找到 然後returni 代表沒有找到 所以這邊有寫 return0代表你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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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returni 就代表你找到某一筆資料 你的index是i 這個是spin的設計 好 那剛剛說過了 那我們縮挺的話 可以來這個做mine設計 那做mine設計的話 你所需要的時間 只要login的時間 不再supportN 是動分的時間 那這個是會比較快的 好 那這邊 除了在這邊 在這邊這樣寫之外 那這個 你要做mine設計 基本上 你要包含兩個要點 第一個 你一定要受的 一定要受的 是一定要受的 第二個 你所使用的資料結構 各位不要說 這邊我寫的搜集 搜集的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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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list的意思 不是一定是link list list就一串的東西 一串的東西要list 那你的這個mine設計 你不能放在link list 這個list要放在哪裡 list一定要放在array裡面 這個list一定要放在array裡面 你不可以放在link list 那為什麼不能放在link list 為什麼不能放在link list 為什麼不能放在link list 因為我們會到處亂跳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做這個mine search 我們第一個要比到這個中間這個 比完之後呢 我們可能覺得他這個值太大了 我們要看左邊邊的中間線條 所以你的指是逗出亂俏 不是按照順序欄 這個不能放在link list 你要放在array裡面 那array的話我們只要寫什麼 AI 那我們就指到DIQ位置 AJ 他就指到DJ個位置 所以這個不能放在link list 所以未來考試問題說 My設定你要具備兩大要點 這兩個就是同樣型 一個要sort 一個叫array 你要sort 你的資料結構是array 所以這邊寫一個list 你不要說這個就要link list 我當我們寫list 說沒有意思說它是link list link list 一定要寫link 這個才寫 好 接下來 sorting 還有一個作用 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兩串的資料 這裡有兩串的資料 那我們要看這兩串的資料不一樣 這個規定的設計的方法要怎麼做 先把7 在裡面找到它裡面的7 再來把6 再看裡面也沒6 再來5 看裡面有5 再來3 看裡面有3 再來9 看裡面有9 這個時間規定會要order mxn 因為這邊的每一個 都要跟這邊的每一個困惑 第二個 還要跟這邊的每一個都困惑 這個時間規定會被order mxn 因為每一個資料都要困惑 因為每一個資料都要困惑 下面這一份sorting 都是35679 還有順序的 sorting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就 compare 1百萬 第1個跟第1個 第2個跟第2個 第3個跟第3個 只要其中有一個不一樣 他們這兩塊就不一樣 所以你sorting之後呢 compare 這個 你對這個 compare 就會非常簡單 那sorting 花多少時間 我們剛剛說過 最好的sorting 方法就是 mxn n-log-n 或者這裡是n-log-m 因為這兩串很不一樣的長度 那你兩塊都要sorting 所以是n-log-n 或者是n-log-m 那當然 其實一開始 如果這兩串不一樣 那這兩串長度不一樣 基本上就不會一樣 所以你剛才看到 m跟m不一樣的話 其實就不用做了 一定要兩串一樣的長度 你才會有可能 裡面的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sorting 那這邊就舉了兩個範例 一個是mine search 一個就是check 看看這兩串的東西有沒有相同 好 那我們今天就 上課到這裡